南岛官未来社会福利工资要如何落实 真的每个照顾欲世俗文 保障社会管理业务的目标 南岛官社会工资所公会 提出他们的社会福利政策白皮书 今天受宣拜会管党参选人李文中 希望李文中了解第一次社会工资人员的心思 推动真正有效社会福利政策 我们希望能够沟通这样一个政策一个理念 那我们也提出我们工会版本的一个社会福利政策的白皮书 那里面就是针对这些弱势家庭跟弱势的族群 我们提出了许多一些政策一些建议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拜会呢 能够跟候选人沟通这样一个政策理念 这些理念我都完全赞成 这当然一个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忙最弱势的人 最需要的人 这个是县政府的责任 我也很谢谢他们来提醒 相逢就目前以及未来南岛官的社会福利 感作交往意见 工会也提出四大訴求 希望未来官府拼借有专业社会福利政策 日本中共调 他的以上付责人的态度 提醒南岛官社会福利照顾最准 如果是县长 我希望能够让所有的弱势者 得到比以前很不一样的照顾 那么第二个是 政府要好好的乱 不是什么都找县长 所以应该要找好的专业的一级主管 然后授权这个一级主管做决策 日本中最后也签署 公会所提出的社会福利政策建议 表达对南岛官社会福利 感作专门改善提升的机器 公会表示 近日来也会拜会另外一位管理党参选人任命前 期待可以享有这次的机会 让南岛官未来的社会福利 大家所希望的目标 继续王家圣彩虹博德